快為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彩金搖搖的 抽6萬大獎 小女孩騎著粉紅色腳踏車 開心穿梭在通道間 另一頭一個小男孩 也騎著小單車一起加入 兩個小朋友就這樣 騎著腳踏車逛起了大街 但這裡其實是新竹某間賣場 仔細看通道寬度不到兩公尺 兩旁還擺滿了商品 通道上都是人潮 再加上大型手推車 小朋友把賣場通道當成遊樂園 騎起車來 怎麼看 怎麼危險 我覺得這樣的話 是相當危險的這件事情 這樣會影響到其他人的權益 如果今天有發生碰撞的話 其實對孩子 對其他顧客的話 都擔心不方便 可能會有一點點危險 怕有一些推車不小心會撞到 小朋友看到展示的腳踏車 騎上車就完了起來 不但吵鬧 要是不小心撞到貨物 可能就會受傷 讓人不禁想問 為什麼不見家長和工作人員 出面制止呢 面對詢問 賣場人員表示 這屬於個人行為 他們不方便多做說明 但類似的事情 已經不是頭一遭 同樣在這間賣場 7月時就曾發生過 爸爸將架上未拆封的玩具 拆開給小孩玩 許多賣場都設有試玩品 但顧客卻把方便當成了隨便 影片被人PO上網 許多民眾都說實在是很沒有功德心 記者何孟謙李一璇新竹報導 很久不見的 記者並且巡視 第二次 公司